HELLO 大家好,我是MyoNyoです 上一期的影片介紹過戰艦主砲的選擇 那時候留了一個回家 也就是說這三個戰艦他們的開砲順序為何 那這邊的解答就是 三立先開砲,觸發丁字提字之後 再來接我們的約克,最後再接這個驗戰 把整個傷害的debuff全部都打出來 想必有做功課的同學應該知道這個答案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有關於前排主砲的一個選擇吧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前排的一個武器 我們來看一下驅逐,驅逐其實很好分辨 只要看他的武器效率來分辨他該帶什麼裝備 首先就是這種從陰驅逐,他們普遍的主砲效率大概都是低於100% 這種低於100%他的效率,不管給他什麼武器都會被打折 所以我們會希望他能夠用比較攻速快的武器 來打出全彈傷害或打出他的技能 所以低於100%的先以速度為優先 好,再來超過100%可是也不會高到哪裡去的 這種形態呢我們就要選用這種攻速還有傷害兼具的一個主砲 來期待他的全彈發射還有他的主砲的發揮 就是100%附近的一個效率 再來這種160%以上的 基本上就是看主砲傷害所謂的砲去 所以你給他最強力的武器就可以打出最有效的一個主砲傷害 好,我們來整理一下 這個主砲效率低於100%的 像這種從陰驅逐系列的 你就選用速度型的武器 我們也可以期待他的全彈發射或是他的技能BUFF之類的 那如果是這個主砲效率高於130%的 他就是主砲優勢的砲區 所以我們可以用DPS比較高的武器 來期待他的主砲傷害 那如果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呢 我們就是屬於平均型的驅逐 所以我們既要選速度稍微快一點的 那傷害也不至於太落後 來穩定發揮他的一個主砲效率 還有他的全彈發射 接下來我們看表比較快 首先如果以速度來算的話 速度越快的 GDO砲當然是速度最快的 然後前面還有這個120 其實都算不錯速度很快的 再來秋月砲也算是速度快的一個武器 那秋月砲有一個上位版 就是科研三級拿到的這個新的驅逐砲 這個算是秋月砲的上位版 速度稍微輸秋月砲一點點 但是整體的DPS卻是高蠻多的 那如果最後你沒得選的話 最慢你也只要選到這個金高瓶 他算是已經很慢的一個代表了 那如果是主砲優勢的呢 你盡量就是選這個凱旋砲以上的 因為凱旋砲可以量產嘛 那你說這個北連的砲呢 他是活動換的 所以基本上不能量產 雖然說很有優勢 傷害很高 但是不能量產是一個缺點 但沒得選的話 你還有金高瓶可以選 當然這個科研三級也是可以量產 不過時間會比這個金高瓶來的久許多 當然可以選的話 當然是以這個凱旋砲 或是三級科研的驅逐砲為主 再爛一點的話 你還有這個紫色的凱旋 那最爛的話 你還有青秋月可以選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青秋月就是介於速度與DPS之間的一個平均砲 所以你帶這種平均型的驅逐 可以選用秋月砲來當他的主武器 那最慢的話 你就是選到這個金高瓶了 好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青群的主砲 不過現在有個概念 青群的這個側甲砲 一般攻速都比較快 然後面板比較低 再來青群的榴彈砲 攻速雖然比較慢 但是他面板比較高 所以打出來傷害DPS也是不錯的 好 先有這個側甲砲跟榴彈砲他們基礎上的差異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側甲砲呢 就是一般的雷巡 或是你有側甲技能 因為側甲技能 這是我們的海王星嘛 那你當然用側甲砲 打出來傷害會比較高 那雷巡為什麼要用側甲砲呢 因為他們沒有主砲加一 所以他們下一輪的主砲 這中間的空雙級會蠻高的 所以你用側甲砲這個攻速比較快 來期待說他的主砲可以 比較快的一個輪轉 再來一般什麼時候用到榴彈砲 就是有榴彈技能 像背法就有榴彈技能 那再來就是一般砲巡 一般砲巡就是主砲加一嘛 所以他主砲的輪轉很快 哪怕榴彈砲攻速慢 那在砲群身上 他流動輪轉的時間 也是稍微的短一點 CT不會那麼長 空雙級不會那麼短 那為什麼會有其他人 會使用這個榴彈砲 像是這種有對輕甲類的 有對驅逐輕群增傷的這種技能 也是適合榴彈砲 因為榴彈砲對於輕甲或是驅逐 這一類的傷害比重比較高 所以如果技能裡面有對於驅逐 或是對於輕甲類 輕群類這種輕甲的這種傷害技能的話 用榴彈砲可以打出更高的一個傷害 好那另外有個特別就是 像有些船他可以選用驅逐砲 這種船比如說像3D5啊 或是帶躲天狼星 這幾隻他們都可以裝備驅逐砲 那驅逐砲的DPS通常都優於輕群砲 這邊可以給一個讀表來看一下 很明顯的驅逐砲 往往都高於這個輕群砲 所以在能夠選擇使用驅逐砲的一個前提之下 盡量選用驅逐砲 可以打出更高的一個傷害 因為一般以面板來說 驅逐砲的DPS 永遠都是高於這個輕群砲的 所以有驅逐砲 盡量先選驅逐砲 好那這邊來做一個小建議 假設你今天道中 就是只有砲群的存在的話 好那你可以看你的砲群的數量 來選這個前排的彈種 假設你今天你道中只有一個砲群 那你就選一個側甲彈 因為它可以打到比較多的雜魚 那如果是兩個砲群的話 選一個側甲一個榴彈 這樣分開對於裝甲上面的一個輸出 那如果是三個砲群在前排的話 你可以選一個側甲加兩個榴彈 這樣你的輸出會比較均衡 對於輕甲或是中重甲的一個輸出 還有雜魚啊殘血啊 或是整體的這個輸出空窗戟 都會有明顯的一個幫助 這是一個小小的建議 好 基本上輕輕巡砲的這個選擇 其實很簡單 就看DPS高的武器去選就好了 那這邊會有一個150的這個射甲炮 其實它的攻速非常非常快 它這種就是給這種彈幕船去做使用的 像是海王星啊能帶神通 它們的這個全彈發射其實都還蠻痛的 所以你可以給這種CD塊 雖然說面板傷害不高的武器 去做全彈發射使用 這是一個環節啦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 比如說像是這個科研砲都是不錯的 那這一個科研砲呢 它的上位版就是科研砲 那這邊背研砲的上位版 也有這個希臘圖砲 那中間這個152這些呢 都是for這個戰艦副砲做使用的 所以車甲彈板或是榴彈板的152 其實對於戰艦副砲做使用都是不錯的 那一般輕巡主砲是不會選這兩個啦 基本上基礎都是從科研砲或是背野砲去做選擇 那上位版都有科研砲去做交換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重巡的主砲 那重巡主砲呢 這邊也的概念呢 其實跟我們輕巡砲是相反 重巡主砲的榴彈砲 它的攻速反而是快的 那相對面板低 那重巡的側角砲 攻速雖然慢 它的面板卻是高的 所以跟輕巡的這個概念是相反的 那榴彈砲呢 當然你有榴彈技能的打印是比較痛的 比如說像路易九絲阿阿爾吉利亞 他們對於這種榴彈砲的使用 當然可以打出比較高的傷害 那就是一般的雷巡 像這種一吹 他們就是使用雷巡 選用攻速快的來減少它的空窗期 再來側角砲呢 因為攻速慢嘛 一般都是給砲尋 減少它的空窗期 像是這個小明阿 或是我們的這個玻璃大砲之類的 都是屬於使用這種攻速慢射甲砲 但是它有主砲夾音 可以減少這個空窗期 再來就是無視裝甲類型的這個技能 像是我們羅恩 它會轉換彈種 那巴爾蒂魔也會轉換彈種 所以不管你給它裝什麼砲 它都會轉 這種你就給它裝這種面板高的武器 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直接看DPS 我們剛才也說過嘛 側甲砲攻速慢 但是面板高 榴彈砲攻速快 但是面板低 所以直接看DPS 來看它的一個上下關係就好了 所以側甲砲呢 基本上你就是從歐根砲開始起手 那後面還有上衛版的這個科研砲 當然這邊榴彈砲版本 就是你可以有核心兌換的 再來可以活動兌換的 最後就會有一個科研會用的 你可以發現這邊最好的用的都是科研 在科研二期這邊都可以拿到一個不錯的一個重巡砲 甚至在科研三期出現了一個新版本的科研彩砲 這個就是完全的一個重巡上尾 哪怕是這個科研三期出現的這個普通彈重巡砲 其實傷害也都在科研一二期之上 所以三期的重巡砲基本上就是一個王者的姿態 那其他的主砲比如說像是這個半穿甲彈 它是屬於中甲特化型 除了拿來打中甲之外 剩下也只有渣喇可以發揮 其實泛用性不是很高 剩下就是武器專用砲 這種就是武器才能發揮的一個榴彈砲 所以也不是特別泛用 你只要給特定的人使用就好了 那其他的重巡就依照他的性質 他的技能 他的一個型態去做一個使用去分類就可以了 那未來你都是用這個彩砲 或是三期的重巡砲 這個應該是跑不掉的 那前面沒有的話 就先用這兩個科研前期的主砲來做使用就可以了 好啦以上是今天關於這個前排主砲的一個選擇還有分享 所以其實主砲的選擇沒有想像中中複雜 就是看效率技能跟他的心態性質而已 好啦今天沒有回家作業 那下一期我會介紹有關於建載機的部分 因為建載機其實還蠻龐大的 有三種類型的建載機 那期待我們下一次的一個分享吧 好那我是草皮肉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